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冯帆义为了查出内奸,决定冒死一搏,他只身闯入日军宪兵司令部五楼机要禁区,却偷听到港村已经怀疑到他,下令逮捕,宪兵们正对大楼逐一搜查。 冯帆义冒险从大楼外墙窗户爬进了机要室,没想到文件铁柜设有报警装置,一下子惊动了鬼子。 冯帆义拼死顽抗,迅速翻查湖山卷宗,终于发现了萧子平的资料。 萧子平及时利用风筝将此情报传给了贺子,也田义立刻改变了主意,沈英杰绝地反击的计划落空,只得假装顺从地带着鬼子去屠宰场。 萧子平是从前 pele上 round,对了那些户属不可逐带来。 萧子平即使贼。 萧子平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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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芳一怎么还没来 他不会出事了吧 应该不会吧 他说鬼子 一定想不到他的行动路线 说的也是 给 来 続行 行きま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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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找人找人 把所有人都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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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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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谁啊 那是他 追 凤凡一出事了 快 好 好 打架了 有 小坂家 資料無事です 失敗了 失敗了嗎 那麼你去什麼事 来的 多么派遣早 迫迫也快 盗盗也没时间 混蛋 这就是什么 你们快去找医生 好 冯凡叶 冯凡叶 老封 老赵 我查到内奸了 老封 忍着点啊 忍着点 坚持住 医生马上就来了 赶快 给 官书记发密电 湖山根据电的内奸轿 小子萍 保卫科治安故障 代号 汉 汉行 老封 老封 导时 官书记 遥案 裹用 罗眼 福厉 鲁眼 果喔 难道已经怀疑到自己了 李三谋 前面就是湖山镇了 让我们大家快点 跟上 后面跟上 王盈 走 大鹏 我正要找你呢 沈科长去哪儿了 我还正要问你呢 沈大哥回来了吗 这什么情况啊 急死人了 我猜急呢 那狗日子戴隋昌在 戴隋昌 戴隋昌怎么了 沈科长把他藏什么地方了 我 我不知道 我还正要问沈大哥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可千万不能出差错 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这个沈英姐 装神弄鬼的 防自己人跟防贼似的 你别指丧骂怀啊 我要是真知道 还能不告诉你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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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李参谋 李参谋 你怎么来了 黄司令 对戴隋昌非常重视 命令我赶过来 协助保护戴隋昌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司令部的李参谋 他是我们保卫科的吴大鹏 这里 沈英杰呢 他 他怎么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们也正在找他呢 在这个金箍眼上 他怎么能善离职守 我行我素呢 我看他是吊耳郎当的毛病 又犯了 戴隋昌关哪儿 我去看看 沈阁长把戴隋昌也藏起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 藏起来了 岂有此理 这简直就是 把残过来的 门库的对敌斗争 当成儿戏吗 玩什么毛逆 李参谋 要不这样 您先喝点茶歇一歇 说不定他马上就回来了 我没那闲工夫 官书记得 我要去看看他 行 我马上带您去 大鹏 等沈科长回来 马上通知李参谋 是 来 这边 走 驾 驾 驾 密殿 内奸已查明 系湖山保卫科 萧子平 代号 韩兴 小谷长 对不起啊 小雯呐 啥事这么急急忙忙的 官书记的紧急密电 速成地下党发来的 什么紧急密电 给我看看 你不能看 再说你也看不懂 这种特殊密码 在湖山只有官书记 一个人能看懂 连我都不能介意 跟你开玩笑的 你给我看我也不能看啊 快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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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参谋 县委大院就在前面了 好 沈科长 你怎么从后门进来了 官出去在吗 在 官书记 苏承来的紧急密电 好 我正等着他呢 你先回去吧 把门关上 是 原来是他 原来是他 小子萍 你想干什么 杀人灭狗 是 你 手 舍 他 有 有 我 我 关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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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快 老快 谁你 干什么 李苍帽 凶手逃走了 把我一院子 给我仔细搜 是 把关书记抬走 小松 把枪给我下来 是 你干什么 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是凶手 李苍帽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所有人 都有嫌疑 尤其是你 我问你 你一大清早就失踪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我们冲进来的时候 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 而且关书记牺牲了 姓李的 你脑袋残疾了 我怎么可能杀了关书记啊 李苍帽 山口长他不可能是凶手 他 那我再问你 那个日本俘虏 你把他弄哪儿去了 你把戴隧长藏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不能说 你说不清楚 就不许离开这儿 给我抓开来 报告 有没有 有没有 继续搜 是 快点 给我 继续搜 给我仔细搜 给我仔细搜 每一个房间都不要放过 不要让熊熊跑了 走 你别这样对沈科长 沈科长他 走 走 姓李的 姓李的 你想干什么 我和关书记出生入死那么多年 怎么可能杀了他呀 沈英杰 你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只有把全部事情老老实实讲清楚 你才能洗干净自己 我拜托你呀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呀 官书记肯定是被内奸杀死的 咱们队伍里有内奸 而且就在你我身边 我怎么可能随便讲出咱们的底细啊 沈英杰 你在部队就吊耳朗当 节奥不训惯了 没想到到了地方 你还改不了 这臭毛病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治你个头啊 我提醒你啊 现在戴隋昌的处境非常危险 如果保不住他 你要负全部责任 你吓唬谁呢 黄司令命令我赶来协助官书记 保护戴隋昌 现在老官牺牲了 这个任务我接管了 并由我全权负责 所有人必须听我的指挥 不得擅自行动 否则军纪处罚 你还真拿鸡毛当领剑 你把我放开 我单独和你谈 单独谈可以 但是我首先得见到戴隋昌 我要确保戴隋昌的安全后 再和你谈 我不叫 沈樱姐 你眼里还有没有黄司令 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 你少跟我打官枪 你刚到湖山来屁都不知道 那间巴不得我把戴隋昌交给你呢 他好汇水摸鱼 轻而易举地干掉戴隋昌 沈樱姐 你把我当成吃战犯的了 连个狗汉奸都保护不了 我再问你 这戴隋昌 你去哪儿去了 你去哪儿去了 我也再回答你一遍 现在不能说 把他看起来 李三某 你自己说得对啊 你就是个吃干饭的 沈科长 你是官书记的警卫员 可官书记牺牲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我 我 你说话呀 官书记让我当时给张连长送了封信 我回来的时候 官书记就已经 你仔细想想 谁有可能是凶手 你身边有什么可疑的人 你怎么会一问三不知 首长 首长 我们把院子里里外翻了个底朝天 凶手还是没有搜到 奇怪了 枪声一响 我们的人就包围了院子 怎么会搜不到凶手呢 首长 我怀疑是内部人士干的 你是说有内奸 有没有内奸我不敢说 但 但 但是什么你说吧 我发现 沈科长的行为非常地反常 我 大胆说 想组织反映情况正大光明 就是说错了也不要紧 坐 谢谢首长 情况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鬼子来偷袭 我们好不容易抓了个俘虏 可啥都没有审问出来 今儿一早上 沈科长就私自把他带出去枪毙了 那你怎么不阻拦呢 我们不知道啊 也找不着他 到现在 连俘虏的尸体都没见着 这么说 这里边真的有鬼 首长 我怀疑沈科长是把鬼子俘虏 拿去跟鬼子换人了 他的女儿被鬼子抓走了 胡闹 他连婚都没结过 哪儿来的女儿啊 他有个养女 叫小敏 这事我知道 那是老庞同志的女儿 老庞在晚南事变中牺牲了 这么重大的情况 你怎么不向官书记报告呢 报告了 官书记当时非常生气 他说沈科长这是拿原则来做交易 这样做后果非常严重 官书记还说会找他严肃地谈一谈 对了 当时小郑也在 你可以问他 沈科长 既然黄司令 让你把戴隋昌交给李参默 你就交给他吗 你何必跟他较劲呢 我不能交 为什么 你别丑能了 不是我丑能 是他刚到湖山来 初来乍到 根本不了解情况 而且咱们内部有内奸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戴随昌就保不住了 那 那怎么办啊 急死我了 我比你更急呀 鬼子只给了我 三个钟头的时间 时间一到 消灭就没救了 什么 坏了 怎么了 官书记 让苏长的地下党 帮着追查内奸 官书记牺牲前 用过密码本 说明他肯定收到过密电 你帮我看一下 桌子上有没有 好 没有啊 王阳 李三梦请你续一下 要说沈英杰和官书记 因发生冲突而杀人 这种可能性不大 沈英杰毕竟是老战士老党员 他不可能犯罪杀人 不过他这人太狂妄自大了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个人英雄主义严重 在不对的时候就屡犯错 我很担忧啊 但无论如何 一定要逼他交出戴隋昌 首长 还是您水平高啊 一下就把问题的实质给抓住了 黄司令真英明 马上把您给派过来了 要不然咱们湖山可大乱了 戴隋昌肯定也保不住 是啊 我要是晚到一步 这湖山的局面可就没法收拾了 首长 有您这棵定海神针 咱们心里面就踏实了 李三某 沈阁长他 王爷 你来得正好 我现在命令你们 把保卫科的工作先顶上 肖子平负责抓内奸 你配合我找到戴隋昌 李三某 这 这不合适吧 执行命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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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你管得着啊 我问你你在干什么 你最好老实点 李三某命令你在这儿好好反省 不许少阿头 我拜托你 我一直在这儿好好反省 别动 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打死他 放下 往后退 对 对 欣赏的 你杀了官书记 现在还想杀我 有种的 你就开枪啊 你少废话 官书记不是我杀的 别动啊 来人哪 是易捷逃跑了 是易捷逃跑了 快 沈队长 沈队长 别跑 再跑开枪了 别跑 快 撑住他 别让他跑了 走 快 快 你去那边 走 发现了吗 没有 你们这边 取得人跟我来 是 快 快 首长 报告 没有抓到沈英杰 他跑了 他肯定没跑远 继续搜 可是就这么大个院子 我们都搜了两遍了 戴隋长在他的手里 我们抓不到他 到哪儿去找戴隋长 明白吗 是 报告 沈队长他跑的时候 抢走了密码本 密码本 密码本 是官书记专用的 平时都是藏着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突然出现在桌上了 他抢密码本干什么 小文哪 啥事这么急急忙忙的 官书记的紧急密电 苏生地下党发来的 什么紧急密电 给我看看 你不能看 再说你也看不懂 这种特殊密码 在湖山只有官书记 一个人能看得懂 连我都不能介意 李三毛 事情紧急 我马上协助他们抓捕沈阴杰 快去 那边去看看 你 那个破缸又脏又臭 谁会藏在里面 没户了 你们俩有什么发现吗 没有 那你们俩还磨磨叽叽干什么 快到西院去搜 是 快 你们到那边去搜 小文 萧谷长 听说沈科长谋害了官书记 是啊 没看我们正到处抓他呢 真没想到 我刚给官书记送过紧急密电 他就 不 对了小文 你给官书记送密电的事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没有 我就遇见了你 除了你没人知道 那就好 我告诉你啊 咱们队里面 现在有内奸 你又是机要员 内奸肯定会打你的主意 所以你必须要提高警惕 谢谢你的提醒 小文 小文 这个是李三某让你赶紧发的密电 给苏承的地下党 这份电文 我没有办法发出去 为什么 苏承地下党 是和官书记单线联系的 每次给他们发报 官书记都先编成密码 再交给我发出去 密码只有官书记知道 可现在官书记不是牺牲了吗 李三某马上要联络苏承的同志 现在只有你知道他们电台呼号 要不你告诉我 我就会报给李三某 他们的电台呼号和频率 是绝对保密的 我不能讲 可现在 可现在是危难时刻 我们必须马上通知苏承的地下组织 内奸随时会出卖我们 怎么 你信不过我 来来来 快写下来 我去交给李三某 官书记牺牲钱 用过密码本 既要原小文肯定知道情况 你会不定的 神世上 你觉得你还没有 你还没办法 你得不吃东西 你得不吃东西 都知道我 就是要离开 Mistress 你得不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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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肖谷长 我还是不能写 你这个丫头怎么磨磨叽叽呢 这要是误了大事 你可要负全责的呀 肖谷长 你说关书记牺牲了 由李参谋接替他的工作 可是我没有见到李参谋 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我怎么能随便泄密呢 我现在不是奉李参谋的命 当面通知你的吗 这样 你带我去见李参谋吧 我得当面问清楚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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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李参谋正忙着抓捕沈英杰 没工夫见你啊 你不是说 他急于联系苏绳的地下岗吗 为什么没工夫见我 你不能见他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让你见他 原来 原来你就是内奸 是你伤害了关书记 男人呢 启示范 男人呢 我还不追求你 不是 怎么能让你关书 他人边 我还能连着 认为哪个人 我还没有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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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三宝 林三宝 发现沈英杰了 他在哪 他一个人托东摸摸往东侧院去了 我怕一个人抓不住他 没有大扫精神 东侧院 他跑到那儿去干吗 坏了 教室在那儿 怪不得他抢走密码板 快 抓住他 跟上 是 快 快 跟上 快 跟上 小文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一步 我保护不了自己 保护不了你们 我还算什么狗屁保卫科长啊 我明白了 一定是苏政的通知 查到了内奸 被他发现了 所以他才高级跳墙 杀害了你和关叔姐 你放心 我对天发誓 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 杀害了 沈英杰 赶紧放下枪 举你双手走出来 杀害了 我奉劝你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再滑下去了 悬崖勒马 交出戴隋城 立马接受调查 放什么屁呢 我没有错 该悬崖勒马的是你们 沈英杰 你他娘的再不交枪 老子就不客气了 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啊 有种来抓我呀 毛坑里的事头又臭又硬 上 他又敢开枪抵抗 咱们绝不留情 是 走 走 娘的太嚣张了 给我打 十英斤 赶快放下武器 举你双手走出来 给我打 走 看在这边有个 我都是在这边 我看来 别管 有什么名字 你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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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开枪 不要打 你双手 你一定要抓我 不会啊 李叹宝 里边怎么没动静 走 小文 小文追 是 小文 走 小文 小文 李财宝 你都亲眼看着 这又是沈英杰干的 铁正如山哪 怪不得他要抢走 关书记的密码本 这样 我们跟苏正立下等 就彻底断线了 没法追查内奸了 沈英杰啊 沈英杰 本以为你和老关 发生了矛盾 一时冲动才杀了人 看来没那么简单 他心里一定有鬼 我宣布 立即撤销 是迎接保卫科长的职务 全程搜索 他要赶不安抗 究竟正法 是 李夏末 你不能打死他 戴瓷伤还在他手里 除了他 没有人知道 戴瓷伤的下官吗 王莹说得对 眼下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保护戴瓷伤的安全 但是 可以打伤他 一定要抓活的 是 走 走 走 快走 就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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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儿 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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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吃可 他一定是乐疯 活脱步 我说伙计 不是我要杀你们 是有人要吃你们的肉 你们哪得担待着点儿 不过我手快 保证你们一点痛苦都没有 我手快 董师傅 你欠的血债太多了 小心下辈子你也变成猪 任人家宰割 下辈子还当屠夫 谁在谁 没啥啦 没啥啦 老实点 吼什么吼 没啥啦 阿拉上来透口气呀 骗谁呢 下面东短下凉猪探着呢 你下来死伞 又吵日子 人来了 好 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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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 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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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头 点子 沈队长 你吓死我了 水 你怎么了 关书记死了 季耀员小班也死了 你说什么 他们都被内奸害死了 我估计 是老赵他们 查到了内奸的身份 密电通知了关书记 结果被内奸察觉到了 所以他在狗急跳枪 铁儿走险 谁是内奸 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李参谋 他们就认定我是内奸 我是凶手 你正到处抓我呢 究竟什么情况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师父啊 师父 能逃口水喝吗 来 去去去去 去去去 本来 我找到了野田祖藏身的地方 已经摸清了他们的情况 赶回去报告关书记 再带人去围剿他们 谁想到 情况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全都乱套 原来你放走鬼子的俘虏 是为了寻找他们的巢穴 对呀 这是我和关书记 事先就商量好的 我们必须改变 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 小鬼子绑架了小敏 我想着 将计就计主动出击嘛 那你赶紧向李参谋说清楚啊 我现在就是一身的嘴也 讲我清楚了 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关书记知道 他死谁给我证明啊 反正现在 李参谋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反而要逼着我交出戴隋昌 不能交 绝对不能交 那间没有查清楚 交出去太危险了 当然不能交了 戴隋昌 在那儿 在地窖里 你个臭汉奸 我被你害得惨喽 抓住我 抓住我 沈大哥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大鹏 你给我 好好地死守住戴隋昌 在这个节骨眼上 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 更不能泄露戴隋昌的 一点点蛛丝马迹 我明白 那你呢 我去找小鬼子 想办法救出小敏 干掉他们 即便是干不掉他们 也要拖住他们 绝不能让他们 牵着咱们的鼻子走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那帮鬼子很厉害 人多势众 武器精灵 你咱枪匹马 根本斗不过 斗不过也得斗啊 眼下只有这一条道了 只要能拖到 黄司令他们来 咱们就赢了 即便是我牺牲了 那也值了 沈大哥 你不能去 你这是去送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别说了 给我好好守住戴隋昌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我就白白拼命了 看你 阿伦 你 你 孙子 很严重 啊 嗯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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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giving 我 还 혹 嗯 哇 Leadership 啊 和 沈阁长 沈阁长 想不定找到了吗 找到了 被小鬼看藏在狂洞里了 那你咋不救他出来呢 肯定要救 但是现在 有比救小敏更紧急的事情 为他娘 麻烦你帮我个忙 我帮你 你马上到苏城去找一个 叫赵树光的人 告诉他 关书记和解药员小文都牺牲了 把他是不是给关书记 发过一份密电 内容是什么 我行吗 你当然行了 你做过地下交通员有经验 再说了 咱们的队伍有个内奸 我现在 对我身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 只能麻烦你辛苦一趟了 辛苦倒说不上 只是我年龄大了早到了慢 这道苏城一来一往的 怕时间耽误了 误你们的大事啊 那你现在就动身 这个是路费 这个是老赵的 联络地址和截图暗号 你进牢以后就把它销毁了 哦 这件事情千万要报名 不能跟任何人讲 我懂 魏大娘 我现在要去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 如果你回来以后 我牺牲吧 你就把老赵告诉你的情况 赶紧报告给新来的李参谋 对了 这个密码笔也交到你那儿 到时候一起交给李参谋 神科长 你 魏大娘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的命硬得很 你千万要活着 小命 我还指望着你救他呢 我知道 你出发吧 路人小心啊 好 好 像这样 爸爸好厉害 来来来 你试试 来 给你一个 试试 试一下啊 这个高一点 你们看好像多了 一 二 三 上来 好了 我给你捡回来啊 好 原来是这样 韩兴 你当机立断转位为安 做得非常好 我会汇报给港村中佐 进一宫 谢谢客自大军 我们原本想用抓到的女孩 跟姓婶的去做交易 胁迫她杀掉戴隋常 没想到 她竟然被自己的人逼反了 无路可逃 现在 她只能投奔我们了 可是这个 沈英杰是共党的死硬分子 她会真心投靠黄军吗 这个我当然心里有数 但是你放心 就算她三心二意 我也会让她上了贼团下不去 乖乖地交出戴隋常 那现在我怎么办呢 继续扰了共党 彻底切断沈英杰的后路 我们只有掌握了沈英杰 才能知道姓代的藏了马 明白 现在我跟山本军立刻赶回去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沈英杰应该已经去找我们了 给我几点茶 这 这 好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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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蹲一下 不会吧 咱俩一个再干嘛 没人进去啊 不想 我去看了 别动 把手追下来 快点 转过来 沈科长 兄弟 对不住了 站住 现在打枪 好位租紧接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沈明杰 我想干什么 找我 快 沈明杰万物现场 原本周密的计划 一瞬间被毁了 自己反而成了 被追捕的罪 基本上 已经没有罪过 唯有单车铁马 绝地反击 去完成 不可能管主任 来 你们两个把头放这 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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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ь仲 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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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撒 攀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骗得好苦啊 什么屠龙的情妇花小姐 原来你就是屠龙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实不相瞒 我就是屠龙 真想不到啊 原来以为屠龙 是个满脸落腮胡子 虎背熊腰 胸口长着毛的大男人 可谁知是个女人 还是个弱不经风的老女人 你要是敢惹恼了我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不敢 不敢 有什么情况 我找到戴随长了 什么 他藏在哪里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等着看热闹吧 好 你先不要动手 听我指令 用不着我动手 自有人带牢 你能不能说明白啊 你不要忘记 你是我花大价钱过来的杀手 你不能让我糊里糊涂的 啥也不知道吧 你就等着付钱收尸吧 你就等着付钱收尸吧 不要怪我怎么做的 知道的太多了 没好处 要我可以可以 好人给点 好人给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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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余杰偷走了一批枪支弹药 他人呢 逃跑了 偷盗枪支弹药 他想干什么 李苍茅 官叔就牺牲了 现在湖山由你做主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这事事事关重大 得向黄司令报告 可惜小文已经牺牲了 点台没人会使用 真是祭祀人了 我们连有部简易点台 能和团部联系上 请团长转告黄司令 太好了 赶快把他调过来 另外你们连一定要加强剑尾 提防沈英杰再次制造血缘 明白 沈英杰赶到了凤头岭矿场 选择了一处地形复杂 异于伏击的山沟 预先藏好武器弹药 他打算将鬼子引诱到这里 殊死未博 禁止 最后一个第一次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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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暴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走 快点 外国小谷长 朕北一带都搜过了 没有发现室阁长 走 挨戒挨后地搜 我就不相信这个沈樱杰 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了 走 不够 朕西已经搜了两遍 没有情况 再到后院搜 是 小谷长 出什么事了 你看你急的 扫你的地 别管闲事 我听你们的话 好像沈科长出事了是吧 我告诉你 沈樱杰叛变了 我们正在到处抓他 不会吧 沈科长那么好的人 要不是他救了我这个古老婆子 我现在肯定饿死在马路标堂 我没说什么 你说你在镇口的屠宰坊 看见沈樱杰和吴大鹏了 是 怪不得这两天没有看到吴大鹏 原来帮着沈樱杰叛随昌了 不得你啊 你刚刚说的话可不要乱讲 要讲脑袋的 懂吗 我不敢 不敢 小吴啊 这沈科长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看他脸色不对劲啊 闷啥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阿拉饿了 狗师傅 给他拿个窝头过来 窝头是你们吃的 阿拉要吃肉包子 有牛油大 鸭肉大包 你个狗汉奸 你还挺讲究啊 是你们把阿拉关在这里的 要想到阿拉服从 就得让阿拉吃素负了 你还来劲了是吧 肉包子没有 去买啊 再不完阿拉可喊了 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把阿拉关在这里 阿拉死带水虫 阿拉死带水虫 阿拉要是鲜肉包子 你 别这样 你再闹 小心老子一脚把你踹下去 有种你踹 你敢踹阿拉就去死 看你怎么向上司交代 你个狗汉奸 好好好 反正我也饿了 我就买点包子接着馋吧 好好好 要买高醋龙的 又烫又软 一口咬下去才过瘾 妹 要快点回来啊 送的凉了 呸 吃日货 下去等着 着饭 能收 China 惟叶 还有什么 有什么事啊 差点命都保住了 唐德沈阁长 竟然被字简当成了叛奏 叛奸 到处追杀 真是太可笑了 我记得中国有句古话 这座丧家之犬 豪国不肯终止 你现在 就是那只丧家之犬 随时有可能 被你的同伴杀掉 这你都知道了 消息够灵通啊 天下的事 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 不知道的 我不仅知道 你是被人追杀 我还知道 你是被冤枉 被陷害的 真正的内奸不是你 我真是佩服 什么都知道 这内奸肯定是你指使干的 我得 没有指使你 只能怪你 运气真的太强了 你正好撞到人家枪口上 你现在 已经没有退路了 唯一的出路 就是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 你才能活命 我死心塌地的为共党卖命 到头来例外不是人 老子也受够了 既然他们不人 就别怪我不义啊 只要你把我女儿放了 我死心塌地的跟你干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马上告诉我 你把带随枪藏在哪里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好 你别着急啊 我没说完哪 我有条件 别别别别 你别着急啊 我没说完哪 我有条件 你爹 现在已经没有本性跟我谈条件了 快给我说 带随枪在哪里 先把我女儿放了 爸爸 爸爸 小敏 小敏 爸爸 爸爸 爸爸救我 爸爸 爸爸 怎么样 你看到了吗 你女儿完好无色 你只要答应我 干掉带随枪 你马上就可以跟你女儿 团圆 爸爸 你 你 放开我 小敏 小敏 别过了 我们大人把皇军说话算数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带随枪在哪里 你都放我女儿 我不讲 爸爸 我们要把你打死 小敏的时间 十英杰 你再不说我现在就端了你的胳膊 有种你刀杀了我 让我痛快点 那我就便宜你了 老师 我早就把我打开 好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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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这么重要的任务 完成不了 要么被枪决 要么剖腹自杀 好 你也活不了 你是在威脅 不是危险 我是替你考虑 为你好 这一队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不要 刀先把刀抢 你应该把刀抢 把刀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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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刀抢了 傻瓜 你现在把刀抢了 你不想救大刀抢 你就屁啊 妈呀 你们两个大男人 怎么跟小孩子一样了 叶天君 沈科长现在是我们的朋友 不能无礼 好 向前 沈科长 沈科长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你看 共产党把你当作叛徒 要杀来的 我们也可以杀来的 你左右都是一个死 为什么不弃暗投民 跟着我们干 你还能换来一个大好前程 你说是不是啊 我一来就假了 愿意跟你们合作 可你看野田那凶身恶煞的样子 我信不过他 别理他 他就那样 那你信得过我吗 还疼呢 你这一吹啊 就不疼了 那你告诉我 戴磁场在哪儿啊 宁信得过我 又答应跟我合作 干吗还不说 你看我 如果 我告诉你们戴磁场在什么地方 你们肯定是要去干掉他 那万一除了意外 你们又得怪我 骗了你们 那到时候 我满身吃醉都说不清楚 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我现在手里啊 只有戴磁场这一张王牌了 如果我先露个底 我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就没用了 我看啊 他们好像不太信任我 没准 野田一到就把我批了 那我就真的成了冤死鬼了 你这样说我也理解你 这样吧 你说怎么办 这样 我带着你们去承太磁场 干掉他以后 我试什么人 你们就清楚了 所有的怀疑 自然就小说了 好啊 我答应你 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女儿还在我们手里呢 事成之后我们才能放人 你明白吗 明白 一言为定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可爱 全人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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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师傅 有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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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警察 是 高师傅 忙着 您慢走 小股长 高师傅 买东西啊 对 买点包子 包子 买这么多你一个人吃得了吗 这吃不了下顿再吃吧 我一个古老头子免得做饭了 走走走 那我先过去了啊 行行行 包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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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包子 咬一口都得流油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潇洒了 快拿来吃一口 下去吃 不许出来 下去吃 不许出来 拿来吃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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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吃 我今天不要吃了再下吃 你再闹了我都把你扣起来 来来来 好了不害怕 快快快快 你要吃包子也得听话 来来来 好 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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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下去下去 下去 下去 núseoh flavor 沈英杨引诱鬼子 想预先射服的陷阱 millennials 试图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再寻击救出小米 一场血战 看就要皇后 一场血战 一场血战 沈和长 咱们这就要去哪儿啊 咱们要去干净战 戴隋昌 可是这楼位好像不是通往湖山镇的吧 赫子小姐 虽然咱们绕这山梁啊 有点远 但是安全 那咱们这样走能去屠宰坊吗 屠宰坊 戴隋昌不是藏在屠宰坊吗 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吗 赫子小姐说的当然对了 戴隋昌的确是藏在屠宰坊了 所以说嘛 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们大日本皇军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只是想看看你呀 忠不忠心 去屠宰坊吧 走啊 滚下 我们不走这条路 我们走那条 叶田所长 走这条路安全啊 滚开 走 走 李沙默 戴隋昌有消息吗 为了所有相关的人 都不知道沈科长把戴隋昌藏哪儿了 皇司令命令我连夜赶过来保护戴隋昌 可眼下连人也没有 只剩五分完成 咱们要找到戴隋昌 就必须先找到沈科长 可沈英杰畏罪潜逃了 到现在也没抓到 我觉得 沈科长畏罪潜逃这事有些蹊跷 您想 他是一个老党员 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那是我亲眼所见 哪还有假呀 沈英杰 老子抓着你 诽坝了你的皮不可 李参谋 要不这样吧 我想想办法 去找一找沈科长 和他谈一谈 也许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能知道戴隋昌的下落 你能找到沈英杰 他在哪儿 李参谋 你别误会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只是猜测 他有可能找鬼子去了 找鬼子 他要叛变投敌 我也说不清楚了 您对他的误会 实在是太深了 你找找他也行 你找找他也行 如果找到了 带我严正警告他 立即交出丹西场 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划越远 好的 他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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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认识